不分男生女生都怕掉头发 除了戴发片接甲发以外 有没有什么更积极或健康的生发方式呢? 嗨,欢迎来到医女爱保养 我是现代医女都陈云 让我们一起爱保养变健康 掉发呢,真的是跨界难题哦 除了男生担心的 发际线向后退 或者是头上的圆凸之外呢 而女生也没有在少怕的 中年以后呢,发量渐少呢 显得扁塌、稀疏呢 就会有点年纪感 虽然呢,女生的发际线不太容易后退 但是呢,当你有旁分或左右分的时候呢 那个分线的地方呢 简直像合左按右按一样 那么的明显 除了以上两种状况以外呢 还有呢,像是斑突 有些人呢,会忽然有不明原因的 一块像硬币大小的地方 头发全掉光 而掉头发的地方呢 皮肤又很光滑 非常的明显 还有咯,就是突然的落发 像是有时候身心压力大的时候呢 你在梳头发或洗头的时候呢 忽然用手呢 抓下一把掉发 看起来就是很吓人 其实掉发的原因呢 非常的众多而复杂 第一个就是家族遗传因素 像是男生的发际线后退 女生的发量稀疏等等 你在什么年纪开始发际线后退或掉发呢 跟你的遗传基因是有关的 而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荷尔蒙失调 女生更有感 像是怀孕的时候生产以及更年期 受到荷尔蒙波动的影响呢 会忽然的掉发 另外呢 如果你的甲状腺荷尔蒙出问题呢 也会造成掉发增加 第三个原因就是身体生病咯 像是皮肤感染、皮肤炎呢 也会造成你的头皮不健康而产生掉发 第四个原因呢 是身心失调 在极大的生活压力下 或者是忽然一场疾病 影响你的情绪 改变你的身体压力呢 也是有掉发的可能的 像是刚刚提的圆秃 或者是硬币秃呢 就是此因 而关于掉发呢 医界有没有预防或治疗的方式呢 医女帮你整理如下 从最简单到最有风险的治疗方式 第一个呢 就是口服补充剂 像是生育分、生物素、心 都有助于毛发的健康 这是很多人会选择的日常补充方式 而第二个就是生活的调理 包括饮食的改善 增加运动 减压 还有睡眠的调整等生活方式呢 也有助于预防掉发跟帮助生发 约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患者呢 经过生活的调理可以获得改善 第三种方式呢 就是中医药治疗 中医药里面有一些帮助生发的中药哦 像是核手屋 森荣等中药内服呢可以帮助生发跟防止落发 另外呢搭配针灸刮杀的方式内调外置呢也是可以获得相当程度的改善 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人呢可以通过中医药的方式获得改善 再来呢比较有风险的就是西药治疗咯 在西药上面呢 FDA批准的药物呢 像是外用的药膏或液体呢 可以外涂于头皮上刺激毛囊的生长 像是米诺蒂尔 芬纳斯特等哦 可以有效的抑制调法 促进心法的生长 大概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患者可以获得疗效 接下来呢是激光疗法 透过一些低强度的激光呢 像是专门使用的激光梳子或激光帽子呢 也可以促进毛囊的血液循环增加 而再生毛发 大概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患者可以取得疗效 接下来花费较高的生法方式呢 就是细胞再生 将生长因子啊 干细胞等哦 注射到受损的毛囊 让它可以重启毛发的生长 这样的治疗方式呢 治疗欲有稍稍提高 大概是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人呢 可以看到它的新头发再长出来 接下来呢 风险最高 花费最多的就是执法手术了 它将健康的毛囊哦 从毛发的密集处移到稀疏的地方 来恢复头发的密度 这个治愈力呢 可以高达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但是呢 存在一定的手术风险 而且费用也不便宜 很多的吊法治疗哦 像是细胞培养 基因编辑等技术哦 现在还不晓得成效如何 但是希望未来可以提供越来越多安全 花费又比较低的生法技术 感谢美国许氏深夜集团冠名播出 你才可以听到这么棒的健康资讯 今年是许氏深夜集团五十周年庆哦 半世纪以来 提供我们最地道的花旗参 以及各种养生好物 驰养我们的健康生活 想要了解更多的养生之道 欢迎Google 医女爱保养的Podcast跟YouTube 也要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给 有需要的朋友哦